剛才也說到近日成交都非常低 可能就沒有什麼方向 Timothy就問你成交低到這樣 3008可以沽沒有 成交低到這樣其實就代表著市場沒什麼動作好做 你不會因為成交大要賣3008 成交小要賣3008 這件事就 你在成交大的時候開始轉小 好像過去近一個星期 你見到3008已經由380多元跌下來的時候 你才去做 所以這一刻如果你去推出3008 簡單一點就是當市場有成交的時候 你是不是覺得市場會再長下差 就不一定說要長期低成交的 簡單一點就是你猜行至最終收不收到2萬點 究竟二次是否要試上1萬8這些水平 還是事件底 然後說我太過悲觀了 那些東西好之後就會升上去 所以如果你要推出3008 我覺得第一方面你不會參考成交金額 如果你用成交金額來做判斷 第一方面你推出3008 不要賣那些交金額 你賣交金額你只會不斷地輸引申波幅 輸時間值而已 特別是港交所在6月尾那段時間 有個大波動的情況 你見到肚子突然有爆上來 短線來說縮波幅可以縮得很小 不知道縮到幾時 甚至在業績前 通常的引申波幅是回上去比較高的 所以短線來說 你只可以買一些紅症 做一些淡倉補儲 你真的有興趣的話 很簡單 你買一些收回價大約380元留上的 短線不穿360元 你就看淡了 OK的 圖表上我都認同 方向是向下 市況我都是看向下 主要看多少錢 買紅症的話 可能這樣大約 383元就在這些位置成功了 不好啊 電話 電話 書 電話 澱 電話 電話